接下来我们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取得资料 所以现在要带各位去取得资料 正式开始 正式刚刚打开了Power BI 所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 好我们现在就来做取得资料 好各位我们在取得资料这边 我们来看看我们要取得的是什么资料 刚刚下载下来的一个高血压的 那个高血压药的数据的资料 那首先你要知道 很多人很喜欢很习惯的 先把那个下载下来的数据打开 那请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刚下载下来的档案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你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件事 麻烦请点要跟着做 麻烦请看你的数据是在这个档案总管里 这个资料夹就是档案总管 所以请点档案总管 然后请你点左上角的下载 左上角的下载 或者是板机里面的下载 快取图案里面的下载 下载绝对是快取图案的其中一项 快速存取的意思就是你最常使用到的 就是快速存取 再来下载是不是在本机里 对不对 好这两个地方都是下载 那你会说为什么是要去找下载 我们刚刚这个降血压药 是不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它当然放在下载里 可以吗 我都在讲那个逻辑 那个道理让你们听 而且一定要听懂哦 好 所以呢 很多人这边 他会做一个错误的动作 就是快速点两下 打开这个降血压药 这绝对是错的 请问一下 你如果快速点两下 它 它是不是用 以色调打开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要用以色调来做数据分析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而且这叫开启档案 对吧 请问你开启档案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档案已经放在我的硬碟里了 对吧 有听懂哦 已经放在我们的硬碟里了 所以这个档案当你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你用以色调打开 放在硬碟里面的档案 最后当你今天变动了它 也就是修改了它 你是不是要储存起来 储存的时候 这个原始的档案 是不是就变动了 听得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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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是要告诉你 我们 Power BI 它不会动到原始的档案 这点很重要 有听懂哦 可是请问你 如果你用以色调开 你用记事本开 你有可能去变动内容 你 储存档案的时候 它的原本的档案内容 就被你修改掉了 有听懂这句话哦 好 所以不要用以色调 或者是记事本打开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 要去做数据分析 举例来说好了 请问一下 你 你现在下载 你现在取得了一个开放资料 请问这个数据 数据的来源 假设你是一个数据分析人员 你要不要交代你的数据 是来自卫福部健保署 要吧 对不对 有事请找健保署 不要找我 听得懂吗 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用以色调 或者是 呃 随便了 例如说拍神 例如说啊 来去 来去打开这个档案 到时候 你如果修改了内容 请问这原始资料 是不是就整个修改了 听得懂吗 这样子的话 你 你就不能够讲说 这个资料是来自 那个健保署 我都完全没有动 听得懂哦 所以到时候责任 厘清上面 你 你要听得懂这件事 你不能随便跟我讲 老师没教 老师真的都有教 所以为什么我要录影 听得懂哦 用Power BI 这不会动到你的原始资料 你就可以大胆的讲这句话 我没有动那个健保署的资料 所以有事 那是原始资料那边出了问题 就是他给我们什么数据 我们就是忠实的 做出视觉化分析而已 可以吗 可是通常都是分析人员 最先被打枪 而且通常不是做资料 做资数据分析人被打枪 通常是他的主管 主管被打枪 听得懂哦 所以他绝对不会管说 什么什么健保署 他只会讲说 这个资料是你做的 这样听得懂哦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所以千万不要用 快速点两下打开他 好 那可是 可是我还是稍微想要 大概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内容 大概这个内容 所以我还是先用 我不喜欢用以色谣打开 真的以色谣有时候 不小心有人就会 就是储存到 所以我开启这个档 是用纪事本来开 就是稍微给你们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里面有 第一个栏叫做年度纪别 他用的是民国 有看到吗 那个什么第一季第二季 好这些我觉得 又跟上次我们看到的 好像不太一样 有第一季有第二季 可是上次我们看到 也是这民国哦 好 不过我要告诉你 那个14日 再住院率他是西元 所以代表 很简单 就是这两个是来自不同的 健保署的系统 好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再来分区业务组别 反正就全 全过我们分6区 再来县市别县市别有看到吗 请问这是县市别吗 屏东县屏东市 请问这是县市别吗 我觉得更正确的 蓝卫名称应该叫做县市行政区 对不对 因为他包含了那个后面那个行政区 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区 可以哦 好 所以 所以 可以那个大概知道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 一市机构代码 一市机构名称 院所指标值 院所指标值是这个 然后所属分区业务组指标值 是这一个 然后全国指标值 是这一个 可以吗 我只是大概剪 简短的大概让你们看一下 资料 好 不要储存哦 请关掉了 这个视窗也关掉了 那 你看我到现在 powerdi 因为我刚刚讲是不是 e sale 记事本 反正你只要编 编辑了资料 就会怎么样 假设你存回去 相同的党名 是不是就修改了原始资料 对不对 好 那 可是我们现在 炮比安不是 不是 炮比安一刚开始读 他就直接把所有所有的 内容是用连结的方式 然后 他当然也会储存 但是他会存在一个 powerbi 伺服器 至于那在哪里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暂存的 好 他就存放在你的电脑里就对了 可以吗 而且他 每次都编一个不一样的编号 就挂在那边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学会取得资料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 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 一个很棒的特色就是 将资料加入您的报表 请问 请问因为视觉化分析软体 他就是要告诉你说 哎 我现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取得资料 这句话 这是英文翻过来的 就是取得资料 可以吗 将资料加入您的报表 报表是不是这里 报表记得吗 这个叫报告 报告 反正报告报表他乱翻 然后这叫 这叫页面 这整个页面 因为 一个 一个页面可以放很多个视觉化 效果 好 然后可是现在呢 你必须要有 数据 你必须要把资料堵入进来 所以你可以点选常用 好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做了 第一请点常用 第二请点 先 因为我们第一次做 所以请点这个 取得资料 下面这个 二请点取得资料 然后 三请点 文字 CSV 可是 我这边还是想要稍微讲一下 他里面 他里面可以取得来自 SQL Server 可以取得来自 Excel 可以取得来自 PDF 可以取得来自 脸书 IG 这些社交软体 可以取得 Amazon 对不起 应该是微软的云 Azure 可以吗 云 就是他可以伺服器 他可以云 他可以来自各个形式的档案 好 点选什么 这个文字第三个动作 点选文字 CSV 接下来你是不是要找 下载的 对不对 所以第四请点下载 第四个动作请点下载 里面的降血压口服 然后 选好档案了吗 当然 当然就是选这个什么 开启 可以吗 这是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再来 再来请问一下 第五个动作 第五个动作 大部分都是点这个载入了 可是我想先问一下 你要先判断一下 第五个动作在做这个动作 点这个下载之前 你看有没有乱码 你现在看到中文字是中文字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乱码 所以就可以第五个动作点这个载入 可是如果他是乱码 只有一种情形 就是 这个地方可能是出现是Bitfi Bitfi是本极端 本极端所产生的 档案编码模式是Bitfi 可是我刚刚的档案是来自于 我的教学平台的这个网站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下载下来 所以他的编码是 UTFH8 好 所以第五个动作 请点选下载 呃载入 听得懂吗 不是下载哦 也不是开启档案哦 而是载入 那你会说 那跟刚刚 开启救党 像以色谣开启救党 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他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就是 把他载入到 他的 Power BI伺服器 但是那个是他暂时存放的 可以吗